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唐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苏氏又被人们称为苏东坡,苏氏姓苏,名氏,字,子瞻 可见,东坡既不是他的名,也不是他的字 可是,当后人去称呼他时,好像更爱把他叫做苏东坡,而不是叫他本来的名字 例如,林语堂为苏氏写传记,就将书名定为了苏东坡传,而不是苏氏传 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菜等等美食,也都与东坡有关 那么,东坡之名到底起源于何处,为什么在后世如此受到欢迎呢 今天,小编就来讲述一下东坡二子的来历,以及其背后蕴藏的深刻的文化价值 一,黄州城下东坡路,苏氏之所以又叫苏东坡,其实是和一个地方有关 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做东坡,东坡是哪里?南宋一位名叫赵雍的诗人,曾经写出一句诗 黄州城下东坡路,越近梅花,正断魂 这里的东坡路就是指苏氏曾经居住和耕种过的东坡 它的位置就处于宋代的黄州古城之下 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市的黄州区 现在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城市 但是在北宋时期,黄州城却只是一个面积不足三平方公里的小城 黄州城的西南方向就是滚滚东流的长江 西边有一座临江耸立,颜色赤红的小山,名叫赤壁山 也就是后来的赤壁 而在黄州古城的最东侧的东门之外,曾经有一块废弃已久的坡地 这块坡地非常的普通,不过就是一座废旧的银垒 由于废弃已久,上面到处布满了荆棘和瓦砾 走在上面,甚至会感觉到有一些各脚般的疼痛 然而,就是这块无人问津的坡地 却因为苏氏的到来而变得闻名下耳 北宋元峰二年,苏氏因为乌台湿岸入狱 后被贬官到黄州 担任一个毫无实权的黄州团联副使 从元峰四年到元峰七年,在整整三年多的时间里 苏氏都居住在这片坡地旁边,一个名叫林高亭的废弃驿站里 他清理了坡地上面遍地的瓦砾 割掉了丛盛的荆棘 把这片无人问津的坡地开垦成了五十亩粮田 从此之后,苏氏日夜在这里劳作 亲自下地耕种 在坡地上种出了麦子和稻米 种出了蔬菜和花果 苏氏最崇拜的唐代诗人是白居易 白居易在被贬官的时候 也曾经下地耕种 还因此写过两首名叫《东坡种花》的诗 其中有《池前买花树》 《城东坡上栽》 《东坡春橡木树木金如河》的诗句 苏氏仰慕白居易 也想效法白居易的达观心态 于是,他便把这块不起眼的坡地命名为东坡 而他也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 从此之后 这块坡地便被赋予了一种伟大的灵性 变得天下闻名 人尽皆知 二,东坡的具体位置 那么东坡到底在今天黄冈市的哪个位置呢? 由于长江水路的变迁 以及黄州古城的毁坏 东坡的具体位置已经很难进行确切考证 不过,根据苏氏在文章中的描述 可以得知 东坡就位于黄州古城的东门之外 时至今日 在黄州区仍有一条名叫东门路的马路 可以推测 这条东门路应当就是连接黄州古城东门的一条道路 而从东门路向东 则有一条灵高亭路 应该与苏氏居住的灵高亭位置相仿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东坡的大致位置应当就位于今天黄冈市东门路以东 灵高亭路和青庄湖附近的某个区域 就是在黄州期间 苏氏经常去赤壁江头游玩 还因此写下了著名的前后赤壁富 这说明东坡距离赤壁山应该并不遥远 三 东坡为何这么受欢迎 说到这里为什么东坡如此的受欢迎 以至于人们喜欢把苏氏称呼为苏东坡呢 有人认为东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 就像东坡肉 东坡酒 东坡菜 东坡鱼一样 已经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活 无法剥离 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东坡之所以出名 主要还是因为它为苏氏提供了一个历练心态的场所 使苏氏的人生思想产生了质的升华 或者说正是由于东坡耕种的历练 才造就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那个苏氏 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需要看一看苏氏被贬黄州前后的心态变化 来到黄州之前 苏氏是一个名满天下的文坛才子 少年得志 势图平顺 欲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总相宜 花褪残虹清性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在这个时期 苏氏的诗词和文章大多都是充满了生活的田径和平淡 并没有任何沧桑之感 来到黄州之后 苏氏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心中充满了巨大的落差和彷徨 刚到黄州的他 临时住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寺庙中 面对昔日同僚的冷眼 面对自身境遇的凄凉 苏氏写下了简禁寒之不肯期 寂寞沙舟冷 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落单的姑鸟 在气冷的月色沙舟上寻找妻生之所 借此来抒发内心的忧郁和彷徨 到达黄州的第二年 苏氏又举家迁到了黄州城 朝宗门外一个名叫林高亭的地方居住 林高亭 请问中我们已经提过 其实就是一个破旧的驿站 由于靠近长江 再加上年久失修 因此比较潮湿 极其苦闷 住在林高亭的俗世 仍然无法解脱和释怀 他曾写过一篇《夜归林高》 其中写道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望却盈盈 小舟从此事 江海尽余生 此时的他仍然还是无法忘记 神鹰狗狗的功名利禄 无法忘记官场失忆后的黯然心伤 以至于竟然蒙胜了远走高飞 几身江湖的想法 除了内心的苦闷 苏世还遭受着经济上的压力 他虽然名为黄州团恋富士 但手中并无实权 家中有十多口老小 而自己却没有足够的心奉养家 于是生活越来越艰辛和拮据 他曾在《黄州寒食诗帖》中描述 在黄州的前三年 他过着空袍煮韩菜 破造烧失伪的辛酸生活 可以说是食不果腹 饥寒困乏 这对于一个曾经锦衣玉食的文官来说 是极大的心理落差 可见 这个阶段的苏世 一直无法豁达地面对这一切 他的心中始终都充满了哀伤 孤寂 愤满和彷徨 然而 自从苏世开垦的东坡 他的心态就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 原封四年 刚上任的黄州太守徐军游 非常同情苏世的遭遇 于是就把黄州城洞门外的一块荒废了的营地 画给了苏世 让他耕种其中 以求温饱 于是 苏世亲自开垦了这片荒地 并在其中耕种 这才有了东坡和东坡居士的诞生 而令人感到神奇的是 他仿佛从此找到了心灵上的宽慰 不再哀声叹气 不再彷徨无措 而是开始变得乐观和积极 那些官场上的起伏和人生上的风雨 再也无法撼动他的心灵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种自耕自足 即心田园的快意 从定慧院到林高亭 再到东坡 苏世一直在寻找解脱和释然 他看起来像是在东坡上种地 其实却是在进行一场心灵上的修炼 而正是由于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才使苏世可以继续坦然地面对人生中各种不幸 他后来被流放广州和海南 却自始至终没有被打倒 依然可以笑对一切 无惧风雨 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也体现在了他的诗文之中 于是 苏世写下了人生如梦的感慨 写下了大江东去的豪情 还写下了一缩烟雨任平生的哲思 这些传唱千古被后人膜拜的诗文 都是诞生在黄州东坡的耕种期间 古人曾说 国家不幸 诗家幸 富到沧桑 巨变功 的确 假如没有东坡 这个世界上或许只有一个才高霸斗的师傅高手 而正是因为东坡 才练就了那个豪迈乐观 首辅铁板铜趴 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 使他成为了后世所有人最喜爱的精神偶像 东坡的意义和价值正体现于此 苏世曾经专门为东坡写过一首诗 诗的名字就叫东坡 雨洗东坡月色轻 世人行进野人行 莫贤落雀 坡头鹿 自爱坑然 夜障声 有人曾说 苏世是一个乐天派 即便面对风雨和荆棘 他也可以笑对一切 无所畏惧 就像这首诗里写的一样 他把东坡上的崎岖当成一种快乐 把竹杖撞击瓦丽的声音 当作华丽的乐章 在当下这个时代 同样存在着焦虑和不安 同样存在着风雨和挫折 或许 今天的年轻人应该多学习一下苏东坡的这种精神 放宽心态 笑对人生 感谢观看